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疫情爆发以来一度大跌22% 但也从3月底至今大幅反弹了将近39% 而年初至今的表现仍优于其他市场 例如MSCI新兴市场指数和MSCI全球指数 我们对中国股市未来前景保持谨慎乐观 原因包括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复苏 城市化和双循环带动经济发展和良好的基本面 中国经济在新冠疫情中迅速恢复 一些经济数据也呈现V型复苏迹象 其中包括中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而零售销售总额实现正增长 也表示个人需求也在开始回暖 我们相信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使中国能够实现高收入状态 城市化不仅带动城市人口增加 也带动行业发展 其中包括交通运输 医疗、科技、媒体和通信 中国政府最近宣扬双循环发展模式 既是一个依赖内需当刚主要经济增长动力 同时间构建完整且具有市场优势的内需体系 并加强中国产业链优势 但是扩大内需不等于放弃外贸 扩大出口贸易规模还是重点发展政策之一 而美国是内需大国 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67% 目前中国消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39% 双循环政策的成功运行将为中国经济释放巨大潜力 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已成为另一个内需大国 而中国股市有良好的基本面 中国股市的远期市盈率比其他国家便宜 比如美国标普500指数 MSCI欧洲指数和MSCI全球指数 总结来说我们对中国股市未来前景保持谨慎乐观 中国股票型单位信托基金可作为一个长期的资产配置 而近期风险还是取决于经济数据和美中关系持续恶化与否 投资者还是可以考虑以平均成本投资法 以定期定额的投资方式进行长期投资 而平均成本投资法的最大优点是 减低因市场波动对投资所带来的影响 同时投资者也不为市场的剧烈波动而影响情绪 投资者可用单位信托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进行平均成本投资法 目前在我们POYAMS平台上 有28支中国股票型单位信托基金 可进行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预知更多详情 请点击说明栏的链接 或登录我们单位信托基金的定期投资储蓄计划的网页 以上就是本期的灰力市场观察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分享 请要记得点赞订阅 并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和YouTube频道 另外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 您认同中国股票型单位信托基金 具投资吸引力吗 再见 再见